因歇勒 幸存者 沒錯 因歇勒系列的新游 而且我玩法很簡單 有點類似手塔 有點類似手塔打殭屍的一個手遊 玩法與功力教學就是這樣 基本上我簡單的跟你們講一下 可以建設自己的建築 招募教學 你看這邊有全圖鑑 我們現在可以招募一個卡爾 那等於說你又獲得新角色 新小優 然後繼續這樣融下去 還蠻好玩的喔 這什麼意思 你可以這樣去砍柴 那新手攻略教學就按照這個主線去跑就可以了 然後你可以用你 我們平常可以砍柴 然後去修煉我們的一個建築 好像這邊 然後你繼續打殭屍了 好 好 這是升級教學 對呀 好 好 就這樣一直練下去 在我們就有試鑑廳了 你看後面有很多殭屍啊 一樣去收集木材來建造我們的試鑑廳 然後可以去修建這樣 很好玩啊 很好玩啊 反正就可以把它重建 那跟飛飛很像耶 有沒有覺得 因為也是一直收集建築物這樣 所以它也是可以工程 可以玩工程的樣子 好 好 好 這就是它新手攻略教學 好 好 好 這邊殭屍來我們就也射殭屍了 好 一直有點植物大戰的感覺 來 所以它可以掛機耶 就是它像G砍柴這樣 好 就有試鑑廳 那你可以一邊往一邊射殭屍 你看殭屍來了 其實它們所謂就會幫我們射殭屍 三級電塔 然後就可以再放一隻 再用兩個線選一下 成功抵抗殭屍 很像殭屍來了 很好玩喔 它可以這樣慢慢掛機下去 對啊 阿嫂之前你就去收集 像是 它木頭的話我們就去採木頭 木頭在哪裡 這裡 該合勝喔 好 這當然新手攻略教學 支援取得方法 這邊可以取名 這邊可以改名了 這邊可以改名了 改名要1000元寶 我們現在有元寶嗎 好啦 現在這個運動 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玩法 我們今天手機遊戲就往到這邊咯 還滿不錯的 你看這支支援收集 你看這邊在射殭屍 所以你可以一边射僵尸一边玩自己的东西 然后 好啦 先到这边